司法焦点来关注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加油缺30块 不满向陌生人借钱时遭剧 甚至被对方拿手机来拍摄 认为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了 一气之下跟对方拉扯而哀告了 红衣男子低着头滑手机 突然一名骑士上前攀谈 手指向一旁加油站 只见对方挥挥手做事拒绝 双方互动还没停止 再讲了几句却开始抢多手机 就是这个举动男子见有陌生人来借钱 拿起手机录影搜证 没有想到惹火骑士爆发肢体冲突 冲突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上一间加油站 骑士想要加油但钱不够就差30块钱 于是找上路人借钱 见对方不肯还拿起手机拍 骑士大汉这样侵犯我的肖像权 在抢夺手机的时候 造成对方左手肘右膝盖以及胸部都有挫伤 挨告伤害罪 上了法院法官认为骑士自我克制能力略显不足 也没有与告诉人达成和解 虽然骑士主张是维护自己肖像权 但法官认为当下只需要用手遮住镜头 不用夺取他人财物 妨害他人行使正当权利 手段与目的不成比例 因此判他拘役勿施天得一颗法金 为了阻止他人拍摄肖像 而动手殴打他人 在法律上面已经逾越了每个人行动自由的这样的权限了 也变成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捍卫肖像权先动手就不对 再多理由法官也不给过 就为30块背叛伤害罪 这个油钱实在好贵 记得网上班门忘假新美报道